老榮民胡爺爺今年1月離開人世 先前捐出畢生積蓄600萬元 幫助超過50名榮民遺孤念書 這份恩情一輩子也還不清 靠著胡爺爺的幫助 新竹這名陳同學 才有機會一路考上交大研究所 回想當時胡爺爺不只掏荷包 幫助他們的學費 還不斷教導他們做人的道理 直到胡爺爺過世的那天 50名同學齊去一起送走胡爺爺 大火淚流滿面 老榮民不只掏药包 花蓮一名老榮民李武清 連收藏幾十年的三條大金條 都全部捐出來 價值超過70萬 另一頭台北這位榮民呂正成 一口氣捐出三棟房產 價值超過3500萬 他說只想幫助榮民遺孤 有個遮風避雨的地方 就是慢慢的累積起來 越來越多這樣子 花蓮這位老榮民蘇曹中 當年為了拓建蘇花公路 長時間施工噪音影響導致耳朵重聽 但他一點也不後悔 為國家跟社會付出這一切 碰上風災老榮民捐出所有積蓄幫助災民 有人沒錢念書更是出錢出力 老榮民一生無私奉獻直到離開人世 不只讓人感動更改變許多人的人生 記者何孟謙、廖衛林、劉志斬、猴古文報導 謝謝你